好了,现在就正式来织这32针啊,这13厘米 没有特殊的变化,只是保持住我们所有的针数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对正反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觉得它很不好认的话 你可以看之前我们留在表面的那个绿色的别扣 只要一看到它就知道啊,我们那一面就要织正针啊 相反,没有别扣的这个,就是织反针的,对不对 整个过程啊,我们都要这样一直织下来 不要有增减啊 如果有针数的增加或减少 对于新手来说呢,只可能存在以下几种 我们先说针数不小心怎么多了这个情况 但是由于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是没有进入要织的那个织套当中去 织完了以后呢,然后竹针上还有针套 然后你又继续织了,这就相当于多织了一针 或者是不小心啊,一个针套织了两次 那不就和加针一样了吗,对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完成了最后一针的时候啊 忘了退掉了 然后忘了退掉了,然后翻过来直接又那样织了 这样不就相当于多了一针一样吗,对不对 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针数多的情况下啊 有的时候这线呢,不小心是绕在这上面了 绕在左针上了这个长线 你没有及时的给它调整到它该出现的位置上啊 没有给它拿下来 所以你把那个当时放在上面那根线 可能当作是一针了,一块织了 那也会形成针数增多啊 如果我们针数无形的就增加了 只有上面的几种可能性啊 然后再说减少 减少的可能性 大家在毫无 老实在,有同学总是在说 哎呀,我就是跟你一模一样织 为什么我针数多了 那你一定不是一模一样织的啊 如果针数变得少了 很有可能是我们在织的时候啊 两针不小心给织成一针了 这样会减少 或者是你在织这一针的时候 不小心把后一针的绒毛给带进去了 导致第二针呢和第一针好像粘在一起了 同时你又认为是织过了 所以把它也给退下了 这样就掉了一针 相当于也是针数减少了 所以大家织的时候啊 要稍微的注意一点 13厘米并不太高啊 一小会儿我们就能够织完 你看现在我们的长度呢 最少应该有4厘米了 所以我们还有9厘米啊 就完成了 这并不慢 一会儿就能织完 这种毛线和我们的这个6.5的环形针 相互配合在一起啊 再加上一个比较均匀的手劲 那么它织完以后 相当于每一针的宽度是1.25厘米那样宽 每织一行的高度相当于0.8或者0.9厘米那么高 所以你立刻就能算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每织一针就向前前进了1厘米还要多 每织一行啊就向上涨了 将近1厘米的样子 你看我所说的13厘米是什么性质呢 就是从我们这儿啊 平夹针的这个位置算起 然后向上13厘米 明白了吗 而不是从我们这个底边 这个护尔的这个底边算 并不是从护尔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13厘米的概念 再有大家如果 要是出现了正反面 织错一行的问题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帽子的脑门上啊 形成一块非常明显的 像是织了一个绳子一样的 那个感觉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织错行 另外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啊 你可能也比较在意 怎样能够把我们这个编织的速度增加呢 你看我们第一下啊 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织的时候绕线 右手绕线啊 要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你看 还是有弹性那样的 一下就把它绕好 而且影响绕线的速度就是我们进针的这个长度啊 如果进针进的太长的话 你会发现 你看刚才就很长了啊 你会发现绕线的时候呢 会很费劲 所以你进针的长度啊 在一到两厘米之间就足够了 这只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粗度的针和线啊 如果你在针和线比较细的话 一到两厘米之间啊 稍微的还是有一点长了 这是两点能够提高你速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操作点啊 还有就是怎样能够提高速度的另外一个小小的诀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很准的 很准的啊 找到我们每次竞争的这个地方 如果上述几点都做到的话 你会在短时间内 把你的这个编织的速度呢 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个视频的中段 能够把这个13厘米完成啊 现在的高度应该9厘米左右 我估计这是这样的啊 应该是9厘米左右 我们正在编织的这一部分呢 是帽子的帽身的部分 这一部分完成呢 就是帽顶的部分啊 现在编织的这个尺寸呢 比较适合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就是头尾孩子的头尾啊 四十到四十七啊 或者是四十八厘米之间的小孩子 好 好 现在已经发现了 编织其实并不复杂 它只是很多个机械性的运动叠加在一起 就是把每一种相同的针法 在线上不停的堆砌堆砌 最后呢就能够形成我们想要的这种 织片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把一根线变成了一个织片 而且这种毛线相对来讲 它织起来呢表现力还是非常好的 就犹如一块海绵蛋糕一样 它很蓬松啊 而且极其柔软 保暖性的也是超级棒 所以它非常的适合零基础新手啊 来表现一些比如说像是卡通形象 或者说是一些动物 因为它毛茸茸茸的表面啊 真的和小动物毛茸茸的本身的皮毛很相像 把这样织完呢 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啊 还有提醒大家 就是我如果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高度 要织多高 那么它必须要满足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必须在它正面的时候 长线在右侧 也就是马上要织正针的时候 才可以啊 符合我们这高度才可以 但是如果你说哎呀 我我是正面向上 而且马上要织正针了 长线是在右侧的 但是我没有到13厘米 我才12.5厘米 那么好了 你就12.5厘米 也就是只要满足这个正反面的这个条件 高度上有一厘米的增加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了吗 所以它的高度在12.5厘米 13厘米或者13.5厘米啊 都没问题 都可以 好了 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它的高度啊 一定要量中间的这一部分 哇哦 9厘米多啊 将近10厘米 不到10厘米的样子 我们还要继续再向上桌 下个视频呢 我会陪大家一起啊 把我们剩余的部分完成啊